太多了,像那个大乐透有没有 大乐透我们的一到六十,我刚刚不是讲嘛 如果我不要直接for eye in range 是1.6.9 我要像刚刚的方式 去抓那个大乐透下面那个 那个区块到底有几个超连结 就跟刚刚那个方法一样的话 那怎么做 OK,所以也许你们回去可以练去看看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出来 以后的话就可以不用 我们还要先看一下大乐透那个网页现在跳到第几页了 这样的话相对会比较有自动化的感觉 OK 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雅虎 一样我们刚刚是把那个当日行情的第一个区块 我们上市类鼓 但是我刚刚其实那八行 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他的名称跟他的超连结抓回来 他名称将来可以变成存档的一个大名的嘛 对吧 比如说水泥点CSV 有没有 然后食品点CSV 这样还不就可以存到某个资料墙 然后就把这三十八个 类鼓就存成三十八个CSV 也可以啊 这最简单的 然后 后面那你就必须要抓资料 所以后面我成事就没写了 不过这个就给各位自己写的应该会吧 一样嘛 就把这一个抓下来东西 然后放在一个 看回圈里面 顺便去抓 就是你有一个名称跟王子 然后顺便就把之前写的抓资料就把它透进来 然后把资料抓下来存档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总共三十八个 把回圈跑完 那这件事情就全部OK了 有没有 三十八个都OK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每次到土马链钢 每天都来一次 其实不是很麻烦的吗 而且现在资料的话 它这个也会有办法用Ctrl C Ctrl V 直接贴到以Sail 我是不知道 我是没有这样试过 以前的话是可以C Ctrl C Ctrl V 到以Sail 是可以 但是现在 你这样来看 它因为它是放在那个DIV里面 我不确定 C Ctrl C Ctrl V 可不可以 如果 如果可以 但你还是要每天要做 三十八次 而且如果你假设投资标的更多的话 还有这几下东西 上柜的 电子的 有没有 那如果你每次都来一次 那岂不会有花时间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延伸性自行再练习看看 OK 那如果你有遇到问题 欢迎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或者你有更好的办法 就老师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比你的这个城市更简单 那很欢迎你随时告诉我一下 我真的还蛮喜欢 之前有一些地方 哪一次同学发现有更简单的方法 马上告诉我 那会很开心 那有一些回馈 也毕竟 不可能说你所有地方都面面俱到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疏漏 我可能也会没有注意到 有更简单的方法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试试看 那另外还有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像有些地方登录 或者某些地方一定要什么 点一下那个下拉清单 然后它才会把资料吐出来 或者你输入一些日期 你要按下什么 确定送出 它才会把资料帮你跑出来 诸如此类的 变成说你必须要跟那个网页互动完 才会有资料的话 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 如果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爬虫 那就会有限制 因为目前的爬虫 都看都是像那个网页 就是上面这个网址的互动 有没有 这个传参数OK啦 但是如果今天是要像一个网页上面会有一些 click 有没有 点选什么资料之后才会资料产生的话 那这个当然你就不能用刚刚的方法 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方法 接下来可能要特别注意 我这有一个 上一次我跟各位讲过 就是Slynear这个 那Slynear其实道理很简单 它就是 这个模组主要就是帮各位 可以直接去控制浏览器 也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把浏览器打开 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 做完之后把资料吐出来 你就把资料再抓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它有点像 把它打开 然后做你想做的事情 做完之后它不是把资料显示了 那显示呢 它就把那个 我们就再把那个显示的资料 抓回来到程式里面 做后续的处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我觉得这还蛮聪明的 有没有 就有点像是 我把那个浏览器叫起来 OK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只有在Python 其实在那个VBA里面也有 就是它Create Object 把那个就是浏览器 IE浏览器或者H浏览器叫起来 那一样做完事情 复回来资料 道理差不多 那不过 只是说第一个你要先确认一件事 你有没有安装这个 这个模组 OK 不过我记得好像我这个版本已经有了 另外的话呢 你还要确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将来会要呼叫什么 呼叫Chrome浏览器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去把那个Chrome浏览器里面 这个地方的驱动程式 那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点 而且如果你装错版本 它可能还没办法Walk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怎么做 我有把一些画面截图下来 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 你的Chrome浏览器 Wave Driver 有没有 这个Wave Driver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产生这么多清单 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Chrome浏览器的版本 那当然你找到最新的 最新的是106.0.5249.21 你养了这个 那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版本是哪个版本 接下来请问 因为每个同学的Chrome浏览器 我不确定是不是都一样 那你们可以这样 点选 这个右上角 有三个点 点点点 三个点 然后这边有个说明 说明里面有个关于 主要是从这边 就是从 这边 我要知道我的版本是哪一个 所以你就是 点选这个之后 说明关于 那关于之后的话 它会跳 那个目前的Chrome浏览器的版本 那主要我们要抓这个版本 再配合它对应的 我们看一下 目前是这个 105 5195 127 然后呢 这个版本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边 刚刚跳 这个是 在这里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一个 OK 195 195 有没有一模一样 看一下 195 127 1275 它只有19 没有12 所以我们可以先抓 比较接近的 因为我好像有试过 我是抓19这一个 然后把这个 点选之后 它有4Linux的 也有4Mac的 不要抓 你要抓Win32的 如果你想说老师 那上面这边不是写64位元吗 那32可不可以 其实它有相容 所以你们抓这个就OK了 然后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打开 它是一个Chrome 这个 那你要解压缩到哪里 所以你打开的话 是用那个R 我这边是装R 请你记得 把这一个 放到你的Chrome浏览器的根物里下 这有点麻烦 根物物在哪里 你可以找一下 桌面上里面会有 Chrome浏览器的连结 或者在这里 我看你按右键 如果它在桌面上 我把它先拖到桌面 那这边有没有办法 把它放在桌面上 我把它先 或者你按右键 如果你假设你是在那个工具列上面的话 或者是说这边我看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 反正就是说按它右键 然后有一个内容 或者我点那边按右键 右键这边有个内容 如果你假设是在桌面上的话 你就直接在Chrome的连结上面按右键 然后会跳出内容 右键内容之后的话 它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一个连结 它到底是放在你的这个C底底下哪一个路径 有没有发现就这个 就这个路径 它放在这里 有没有C底下的这个Program file 然后它是 它也是X86 那所以它是32会员才对 OK 那不影响了 不管 反正就是这个路径 我怎么知道它在哪里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按右键内容 然后按下这个开启档案的位置 并且把这个解压缩的档放进去就可以了 大概就这样的方式 OK 所以我把它开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个压缩档里面有一个叫做Chrome driver.exe 直接解压缩放到这里面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这个驱动 安装驱动程式的动作 OK step 1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其实应该比写程式还简单 应该只是说 找到驱驱 然后放进来 OK 第一个step 那第二个step的话呢 再来呢 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们的驱驱到底也没有walk 能不能成功 不过跟各位讲 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版本冲突 如果假设你遇到那种 比如说 很简单 我现在只是说 我希望把 空流信叫出来 然后让它连到Google 停个五秒钟 再把它关闭 就这几个动作 有点像我控制它 有点像我利用python 直接做这一件事 如果你假设做得到的话 那表示应该 就是OK的 所以这个路关的话 暂停 五秒钟 应该 这一段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驱驱先挂上去 我先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你们先连到 在云章摆本上面的 0608 OK 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下载 转摆本 这边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我刚刚是找最接近的 你们可能看一下 我的版本应该是105 519 我找19这一个 你们可能要确认一下 你的版本是不是 如果你假设你的版本不太一样 那你就找一个 那个版本里面最接近的号码 OK 然后呢 找到之后下载它的Driver Driver 是这个 记得W32.0IP 那下载之后呢 把它解压说到 你的Chrome浏览器的位置 OK 试一下